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水底情深 The Shape of Water 泰國環太平洋、洋南的迷宮 Nimika 的墨西哥奇才導演 Tere Moro de Toro 指導 Sally Hawkins、Richard Jenkins 還有Otavia Spencer 主演 因為這部電影在威尼市銀展上面 拿下了金獅獎的最高榮譽 並且在奧斯卡上面入圍了13項 而受到相當大的矚目 片商一看好這股氣勢 推出了口碑場 讓大家提前可以先看到 這部電影看完之後給我的感覺 有一點像是吉樂摩戴托羅這位 超現實、黑色、美學、奇幻、名導 相當節制地要證明自己 也能拍出一部大家都滿意的電影 相當像好萊塢示好的一部電影 同時又要帶著老電影的情懷在 他做到了、他成功了 我個人其實沒有那麼喜歡這部電影 當然這是用比較高的標準來看 雖然有一點會讓我感覺 這個奧斯卡提名13項的水底情深 是有一點過癒了 沒有好看到那麼厲害 也再次證明奧斯卡的眼光是滿老舊的 但水底情深的確是一部拍得不錯的電影 我沒有說他不好看哦 同樣是置入了導演相當喜歡的 奇幻魔獸在這部電影當中 但是水底情深是一部相當具有人性的電影 是一部可以向你解釋 為什麼有的人就特別愛看這種奇幻怪獸的電影 怪獸相比於人類 它就是異類 而其實在人類的世界中也有很多異類的存在 或者說每一個人身上都有比較異類的一部分 都可能曾經覺得自己像一頭怪獸 一樣的孤獨 可惜的是這個孤獨感沒有在這部電影裡面捉摸太多 馬上就轉到主角 遇到一個同類的那個欣喜去了 主角是一位從小就沒有辦法開口講話的牙女Alissa 而主要的故事現在就是 她和被抓來到這個美軍基地裡面關起來的水中生物 兩個人之間發展了一段情緣 一般的愛情故事 編劇都會先讓我們看到兩者喜歡上對方的那個瞬間 然後再看到這段感情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為彼此做了什麼 但水裡情深有一點點不太用這樣子的方法去講故事 可能會有一些人覺得不太喜歡 但我個人覺得還挺有趣的 我喜歡這部電影的忍戰氛圍 兩大國之間的消耗敵對 散射出去到平民百姓之間都充斥的人物 一開始會讓我以為在看關鍵少數就是 電影中的小幽默也很適時的緩和 紓解了緊張的氣氛 攝影也很不錯 色調更是這部電影的一舉 有點陰遇神秘安駁 好像整個世界都活在水面下 沒有辦法大口呼吸的感覺 這些元素配合劇情發展出來水底情深的這個世界觀 就是一個愛無人的世界 有著各種的隔閡 黑人和白人 男人與女人 同志與直男 高層與下層 啞巴還有我們說話的人 以及人還有那隻水中聲 於是水底情深裡面最好看的就是 Alyssa試著要跟水中的那個 她溝通的橋段 兩者之間沒有語言 只靠著簡單的手語 或者是身體去溝通 你會為沙利霍金斯 飾演的Alyssa 做的各種行為而打動 同時又拍的浪漫有趣 不過我自己是沒有很喜歡唱歌的那個橋段的事 那一段有點突兀 然後不夠有趣 甚至有一點死板 水底情深的問題就是死板 太中規中矩的死板 她敘述一段像是童話般的浪漫愛情故事 可是就拍的真的很像童話故事一樣 沒有什麼劇情波折 是很天真很單純沒有錯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有一點太表面了 每個演員都演得很好 都很成功 但是就是不深刻 太容易了 這些人物設計 都有一點像是 動畫片裡面的感覺一樣 不過豐滿 只剩下那些顯眼的個性 我覺得這是我對這部電影 比較不滿意的最大主因 沙利霍金斯演得超級好 他的角色情感比較內斂 但是依舊可以帶起整個戲的起伏 我前面說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在這部戲裡面做的每一件事情 並且他把這個角色也詮釋得很美 因為他看到的世界是很美的 但身邊有一位鄰居還有一位好同事 都對他非常的好 兩個配角也都演得很不錯 也有陸葦奧斯卡 但我特別想要提的是 飾演那個應該是生物科學家的 Michael Stuber 他同時也是飾演以你的名字 呼喚我裡面主角的爸爸 演得超級好的那位 我去找了一下之後 發現這位演員真的是一位牽眼人 每一個角色都非常的不同 而且他演的電影我都還蠻喜歡的 算是我最近迷上的一位演員 當然也不能不提飾演水中生物的 Dog Jones 第六次和導演合作的他 絕對是這個角色的不二人選 充滿了神秘感又有點詭異 讓人好奇 並且非常的帥氣 英姿挺棒 這個沒有名字的角色 在這部電影中當然非常的重要 Dog Jones 他把這個電影最核心 最慾望的那一塊 有成功的詮釋出來 水底情深是在講一個 在進步的時代背景之下 人背離人性的一個故事 一個優美可愛的童話故事 雖然他沒有讓我非常的喜歡 我總覺得他應該可以再勇敢一點 再大膽一點 但我還是會推薦大家去看 是一個拍得很成功的電影 尤其是推薦給想要看 跨物種戀愛的朋友 水底情深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大家分享出去 還有 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